台灣有將近有8萬多人是尿毒症 那有的人選擇血液透析 有人選擇腹膜透析 那有些人選擇患腎 那患腎就是我們所謂的腎臟移植 那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很多大家認知的傳統觀念裡面 會認為說腎臟移植 是把舊的那顆腎臟拿掉 然後把新的腎臟給種進去 那我跟大家強調一個新的觀念 現在事實上是一個叫 腎臟移植是一個加腎的一個過程 舊的腎臟並沒有拿掉 那既然它是一個加腎的過程 我們原來的那兩顆舊的腎臟 還在原來的位置 那要加在哪個位置 那現在公認最好的位置叫客窩 哪個客 就一個骨頭的骨 一個客人叫客窩 客窩在哪 就在我們的骨盆 後面有兩塊骨頭 那叫客骨 那客骨的內側那叫做客窩 那客窩就是如果大家搞不清楚 就大概是在你細皮帶的那個位置 那我們右邊有一個位置 所以右邊可以種一顆 左邊有一個位置也可以種一顆 那為什麼要選擇客窩呢 它有幾個好處 客窩那邊的血流供應非常充分 它有一個客內外的一個動脈靜脈 所以可以提供種進去新的腎臟的 那個器官可以得到足夠的氧氣跟血流 第二個它的位置非常接近我們的膀胱 它比真正的腎臟 原來的腎臟位置更接近我們的膀胱 所以它可以接一個輸尿管 就可以直接到我們的膀胱比較近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很靠近我們的表前 所以你將來你要追蹤 這顆腎臟到底好或壞 我們可以做一個超音波掃描 也是比較方便 那為什麼舊的那顆腎臟 不乾脆把它拿掉呢 大家知道腎臟的位置 在我們的後腹腔 非常深的一個位置 那你如果要去把那個 舊的腎臟給拿掉 你可能要延長它麻醉跟手術的時間 那更何況甚至有些人說要把它拿掉 要把一顆肋骨給拿掉 才能把那顆舊的腎臟給摘除掉 所以我們講原則還有一個 我們的舊的腎臟 其實還保留一些內分泌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留著 它還是有它的好處 只有幾種例外 要把舊的腎臟給拿掉 譬如說這顆腎臟有任何癌化的風險 或者說這顆腎臟已經有一些化膿 或不行的時候 當然就必須要把它拿掉 那現在其實經過 其實現在的免疫治劑的技術非常進步 那經過了這些腎臟移植 其實我們平均腎臟移植的存活率 可以高達15到20年 那所以其實國健署最新的一個統計 說移植進去 腎臟5年還存活的高達83% 那人還存活的大概有93% 所以如果說真正的問題是 很難等到一顆腎臟 新的腎臟種進去 那我們建議大家就是在尿毒症 等不到腎臟的時候 就很規則的接受血液透析 跟附膜透析治療 等到腎臟來的時候 就可以種植進去 你就改善你的生活品質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